一名男子坐在駕駛座上嚎啕大哭 因为酒驾肇事被呆戈正着 后悔莫及 不过不久前他可不是这副神情 男子与警察争论不休 因为他酒驾肇事 心虚谎称驾驶人是自己妻子 事后调查原来肇事驾驶 竟是凤梨分局的远景 休假期间与友人聚餐饮酒 原先让妻子代驾 但凡假途中两人争吵 妻子一度负妻下车 最后变成汪景 久后开车再老婆不料发生事故 在吉安乡吉安路三段 不慎重极路旁排水工程的工地 一路腿长约50公尺 工地设施喷溅 还导致一名理性工人 不慎划伤腿部 送医后没有大碍 涉嫌公共危险等罪嫌 韩宋地检署侦办 那后续将依相关规定 从严究责 原本休假开薪聚餐 原警却知法犯法 久后上路 除了被记忆大过调整职务外 还得绞交绞交绞交罚金 面对毁损的工程损失 记者对家贵宣 花联采访报导 来来来来来 OK 看数值多少 因为二八那超过了 画面中一名妙龄女子穿着火辣 实施久策 但显示超标 女子不敢置信 开始展开求情攻势 真的不能 就这样 一定要硬吗 可不要硬吗 同车友人也向警方要求 再测一次 你再测一次 就测出了 大概喝一杯而已 你再测一次 我就喝烧酒机而已 到底是喝一杯酒 还是烧酒机 两人说法模棱两可 不过超标就是超标 囚牢灾难也是无效 事情发生在台中 清晨五点多 一台汽车不打方向灯 从外线直接切到左转道 远景见状上前劝导 没想到车窗一打开 飘出浓厚酒气 随即实施酒测 女子变成只喝一碗烧酒机 不知道这样就超标 怎么会有飘 这个没办法啦 那我们在这边请代价 还是可以看我不知道就好 女子陈汉朋友在家里喝酒 临时决定出门续摊 想说只喝一碗烧酒机 但仍担心会超标 不断如远景放他一马 陈汉依公共危险罪 移送法办 辣妹清晨续摊 酒驾上路 这碗烧酒机的代价 将会记忆深刻 记者陈广内陈汉帽台中报导 一对情侣骑机车双载 后座女子不断回头 警方觉得怪怪的 缆车盘查查到通气犯 女友很担忧 狂问警方男友怎么了 知道男友要被逮捕 居然开始撒娇 使出难攻 可不可以都弄一下 三十五岁男友是毒品通气犯 女友不断向警方求情 拜托警方网开一面 但警方淡定执行请勿 不能都弄一下吗 我辛苦不在乎 你就要旁边一点 不能都弄一点吗 女友不断跳针 求远景放过男友一马 发现撒娇似乎没有 居然搬出妈妈求救 男友在台南吸毒被带 但搬到高雄 没有收到地检通知 变成通气犯 女友对远景撒娇狂来 但这招真的没用 只能眼睁睁 看着男友被上铐带走 我能不能都弄一下 记者黄迅红富人高雄报道 摩托车嗅嗅嗅疯狂加速 右前方有学童逆向走在路边 他脸面向墙壁 几乎是趴着走路要闪车 隔着一条红线 后方就是车速超快的车流 快到让学童面对墙 动都不敢动 蛮难过的 因为一个小朋友 在他的学校外面散步走路 居然还要这样躲着车流 台南市博外国小的学生 上课就像闯关 学生走路几乎贴在墙上 路口转弯处孩子站在转角等着车过 不敢继续往前 因为侧门没有同学步道 校方说这条是机车专用道 华红线就是禁止行人 违规还要被开罚 但在台南过马路可就难了 阿嬷带着两个小孙子 站在斑马线上 却过不了马路 因为闪的路口没车会停 阿嬷带着两个小孙子 怕被车撞 遇到热心骑士帮忙挡车 但人走到路中间 汽车却不让 阿嬷就停在路中间 其实他也想过 但他过不去 台北这期也是过马路 三名学生刚下课 小跑步过班马线 下一秒 骑士从对向左转 车头居然撞上他们 其中一名学童 被撞倒地 一度痛得无法起身 画面一出 网友纷纷痛批 就一定要报警开罚 太恶劣又够扯 骑士离行人那么近了 还没看到 学生上下学 台南有贴墙闪车 北部有学童被撞飞 惊险画面 让人捏把冷汗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